由补老师 老师 哪些手面相的人 带人非常的和善 好相处 那我们从六十讲起 就好相处的指数 那我们先从手相来看 那手相这种人呢 有啦 但比较少一点点 就是我们的手呢 手软如棉 好像棉花一样 手非常软绵绵的 这在我们人像学里面 各位知道 手软如棉的话是富有 是有钱的 但是另外一个特色 就是他的人相处非常好 他的手腕 手腕非常的好 就是这其实富为因果 一个人人际关系好 自然他会有钱 有钱自然人际关系好 彼此富相 富为因果 那为什么手软如棉的人 他对人际关系好呢 就是他会设想对方 会替对方着想 在相处的时候 不会完全只想到自己 会想到对方 所以你跟他相处在一起的时候 觉得如木春风 因为他都会知道你的需要 你的需求 所以我把它列出特色来 好相处的第一个特色 就是手要软绵绵的 第二项我们再看 这是看什么地方呢 看眉毛 因为眉毛代表我们的个性脾气 如果你的眉毛弯锤 就是比较往下锤的话 我们想八字眉 八字眉 或者老人家 他眉毛都会往下锤 年轻人可能会比较往上扬 看起来比较凶一点 那往下锤 自然而然这个人脾气很好 你觉得他就不会跟你争 不会跟你吵 什么事情都让你好了 万一你们争执点 有不一样的地方 就让你赢嘛 他自己会退一点 退一步来着想 自然而然这一点 你会觉得这个人非常好相处 好 我们看一下第三项 第三项我们是看三哺 就是你脸上有三个哺的话 这种人非常好相处 那三个哺呢 第一个 权不要漏 第二个 塞不要显 塞就是这个地方 第三 法令不要明 这三个哺的话 你人好相处 为什么呢 先讲权 权不漏的话 表示你不会想掌控人家 你如果权很强的话 你就是要控制人家 塞如果是显的话 就是我们讲国字脸 方方的脸 方方脸他会坚持他的意见 不跟人家妥协 那你如果塞不显的话 就是不必 这个事情好了啦 随随便便啦 那有什么关系嘛 好讲话嘛 再去法令不明 法令倒过来讲 法令明的话 他非常严苛 要求人家非常的严厉 那你不明的话 就是不会要求很严厉 例如说我们约会 约会然后约好时间 结果对方迟到一分钟五分钟 如果法令显的人 他就会生气了 为什么你会迟到五分钟 不显的人呢 法令不明的觉得 这有什么关系嘛 对方可能是赶车 或者做什么 慢个一分钟五分钟无所谓 好 最后一项 我把列到最高分的 最高分的 我是针对闷多而已 你们各位可以看一下 闷多的脸有哪个特色 如果你们就直接看它 麻烦闷多你对着镜头看一下 特色 特色 胡子 鼻子 还有巴玉的 注意看一下 巴玉来给巴玉的特写 你们注意看他们的眼睛 他们的眼睛呢 现在能够看到我这边图好不好 他们的眼睛呢 是这样子的 弯弯的 是像西 这样子 尤其巴玉更明显 所以我这里把它提出来 就是说我们人的脸上呢 眼睛跟嘴巴呈正三吸 什么正三吸 请看我这个小图 麻烦看我这个小图 这就是正三吸 这样吸 这样吸 嘴巴这样吸 笑口常开 那相对的这样就不好 这叫倒三吸 什么倒三吸呢 眼睛是这样 嘴巴是这样 这个图比较小 以前有一个总统就是这样 是不是 对 没有错 所以他那些相处就不容易了 你这样子 嘴巴这样子往上吸的话 就是笑口常开 那眼睛呢 这样子吸的话 就像我们看一下看 那个巴玉非常清楚 非常的阳光 所以你跟他相处呢 又阳光 又笑口常开 这种的当然好相处啦 那就这一些呢 给观众朋友做参考